资料图王金辉制图德军家里的小时工下周要返乡后,张女士立马打开个大家证平台的APP,寻找新的替代人选。 她发现,现在的家证服务价格已经有所上涨。 之前签的小时工一小时四十元,现在找新的变成了五十元。 在阿姨帮平台上,全线服务从去年12月25日起,就开始陆续调价。 根据调价通知,1月23日到2月19日,将迎来春节高峰价,日常保洁价格,比去年同期上涨30%到50%左右。 长期保洁在1月1日至2月28日执行传结价,涨幅在8%到16%左右。 浩唐在家专门推出了春节保姆,并通过拼团活动号召用户们尽早下呆。 拼团目前价格为4999元起,但到了1月15日之后,价格上升至4999元起。 调价的背后,是即将迎来的春节保姆荒,记者从家政公司了解到,部分公司近4成的家政服务员会返乡过年,一些平台的家政员返乡比例,甚至达到9成。 爱农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,近期,爱农已经开始为贺户提供春节期间不回家的家政员替法,通过对春节值班的家政员方法奖励,鼓励和动员家政员错峰回家。 就北京平均价格来看,春节期间,家政员的工资会有一些提高。 据介绍,根据不同的服务项目,家政员工资平均会有10%左右的上幅,但是技能高,服务经验丰富的优秀家政员。 节前需求依然紧缺,工资上涨幅度更高,达到20%左右,保洁或临时小时工的收入,则会有25%左右的上幅。 此外,公司还会组织周末休息的家政员进行联欢活动,怀念他们春节期间的私家知情。 管家邦表示,春节法定家期期间,家政员上户就可获双倍工资,北京地区的服务人员春节期间上户,还可获家政文法补贴。 好康在家的春节保姆价格信息显示,七天保姆价格为4699元,四天保姆价格为9299元,21天保姆价格最高,达到了13799元。 记者了解到,去年,北京保姆市场的平均价格为每月4000到5000元,按此计算,春节保姆的价格已经翻倍。 市民王先生最近陷入了两难,由于两位年迈的老人行动不便,护工春节期间也要回家过年,他需要出高架寻找一位新的护工,不知道能不能在短时间内找到合适的人选。 王先生说,春节难免要外出,如果滞留新护工和老人在家,心里实在放心不下。 记者发现,今年春节,有养老中心推出了短期托老服务,让老人们可以在大家庭里一起过年。 位于朝阳区的公和月老年公寓,近日在官方微博中表示,1月1日到2月28日,养老公寓推出短期托管应急服务,老人亲天起住,每天收费220元起,费用覆盖了居住费,基础生活福。 服务和丰富的院内活动,据介绍,这项服务,不仅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,专业照护,医疗保健,营养膳食,生活娱乐等各项服务也应有尽有。 春节期间7天都有相应的主题活动,当然正月食物元宵节也是十分热闹。 公和院方面表示,针对春节期间的家政服务短缺的情况,北京近些年开展了春节家政保供行动,不少家政品牌连锁企业都参与行动,在鼓励部分员工留经过年的同时,也从外地引入大批家政员进京救急。 目前,各大家政企业,已经开始为即将进行服务的家政员做培训。 爱农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,公司已经在四川省、山西省、贵州省、山东省等劳务,输出大胜建立了培训基地,对当地具有一定学历和技能的人员进行培训和就业宣导,通过技能评定和考核, 刷选出优秀的家政员来到北京,满足北京的季节性家政服务需求和高端家政需求。 管家报方面介绍,公司提前一个月,就开始为春节保供做准备,从外地扎贫优秀的家政服务人员进京。 这些家政员大多从三线城市到北京服务,收入会比当地高输不少,因此,也吸引了不少外地家政员,进京参与春节保供。 一些市民也担心,临时找的家政服务员到底靠工靠谱。 据了解,2018年3月,华家帮推出了家政呈信查询平台家政查,平台对接公安部数据库,并对家政从业人员等。 基本信息、服务技能、用户评价、视信记录等进行公式,各大家政企业的家政员信息,都可上传至平台。 相关负责人介绍,目前北京市场上约有30万名家政员已经入众平台,雇主在APP中搜索家政员的名字就可查询。 来源,北京日报客户端作者,马进监制,陈言连吉,图路吧,梦。 再次我还满回来,家政人来自私下轮 noch都未来。 来源,北京日报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